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警报开始前 金融市长刘昌特别前往金融市民房管制中心听取简报 刘昌强调进行演习则希望有备武患 让民众能清楚遇到状况要如何因应 万一战事发生也能确保大家安全 万安的这个防空演习需要所有市民大家一起来配合 那今天等一下会发布这个警报 而且会进行人车的一个管制 我想大家对于从小到大对于这个防空演习的演练 其实应该是非常的熟悉 我想只要依照着我们军警同仁的一个指挥 在防空警报发放的同时呢 将车辆立即的一个停滞 然后这个人员立即进行的疏散跟避难的一个措施 那依照相关的一个指引 完成所有的防空演习的一个动作 我想就能够这个万一有战事发生的时候 来确保大家的一个安全 这次演习还模拟机箱大楼遭遇飞弹袭击爆炸起火后 消防人员如何抢救伤患 以及台铁基隆火车站如何引导旅客进行避难 前往四岛的林游昌也特别感谢民众的配合 谢谢啊 谢谢大家配合 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 万演习到下午两点结束 在各单位通理合作下演练过程圆满 获得行政院平和长官的高度肯定 也希望透过演习提醒民众做好准备 冷静面对 在威胁来临时能配合军警指挥 保护自己与家人的安全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百福公园四周围起了围篱进行整修 但唯一通往水洋会馆通道 只剩下一个车道 路旁停满了车辆 车辆要通行 只能格外小心 我们的工程车进来比较不方便 有比较不方便就对了 消防车进来呢 应该也不太方便吧 不仅大型的工程车难走 都北里里长在市场基层访试 向市府反映 百福公园停车乱象 担心一旦里面发生火警 救灾车辆根本进不去 希望市府单位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百余公园现在在改建 然后围起来的时候 出入口旁边还停车 万一里面如果发生重大的什么事情 或是说火灾干什么 类似火灾 消防车没办法进去 所以我请市长跟市府团队 赶快来办个会看看 怎么来处理那些车子 百余公园还没改建之前 他们就停车停在那边了 很久了好几年了 此外赌南街衔接新北自行车道 去年才完工启用 行政院长苏贞昌 从新北骑脚踏车来到基隆 但赌南里里长反映 从新北看基隆 衔接处显然破旧 希望市政府能够投注经费 市长李又昌也给予正面回应 这个案子是不是请 请这个区长这边 请副市长 区长这边邀请副市长 副市长 请副市长主持 然后到县地去看一下 另外是把这边的地级的 之前其实有做过的 应该是公出那个时候 在坐自行车道的时候 应该有周边这个区域 有做了基本的地级 跟相关资料的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收集 那把那个地级的资料带着 那范围原则上是这样子 五堵 就是五堵的自行车的 救隧道出来之后 旁边的那一间庙 的旁边跟桥墩的周边的这个区域 那接上去我们的自行车道 周边的范围 可能要做一个环境的一个 改善 所以麻烦就请区长 然后去约副市长的时间 请副市长带队去现地去看一下 那就是请区公所跟公务处跟杜巴处 可能还需要交通处 回宏人去现地去看一下 然后听听看副市长什么指示 把它理清之后 这个应该是要有一个规划案 来做整体的环境的改善 李欧昌赶在任期最后半年 持续到各区举行基层访式座谈 解决各区里问题 来听取里长新声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如果家里面出现这么宽大的裂缝 应该都会很担心吧 副市长林沛祥受到住户 陈勤到位在安乐区 基金一路135项的某个社区里面 了解军列的情况 住户质疑部分靠近大五轮溪盘的 房子军列严重 是受到多年来多次大水冲刷 掏空大五轮溪护岸地基 导致房子逐渐倾斜军列 非常的严重 我们的社区地层下线 已经到30到40公分了 尤其沿着合体的这一个案件 然后这个岸边因为水灾的关系 地基都已经掏空了 所以住户的门口都看得到 谢谢 你们希望怎么样来协助你们 做一个安全上的处理 我们希望不但是透过基隆市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 我们也希望能够重视 在我们整个社区 虽然只有100多户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 个人的这个财产安全 这个人生的生命的安全 都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 林沛祥特地邀及市政府公务处 河川水利客人员和住户们 一起办理会堪 到社区外面勘察大五轮溪盘的地方 寻求短期填补河岸地基 和中长期请中央 以及地方政府一起协助 可能改善的方法 贝翔今天来 基金一路135向这边办理会堪 主要就是针对这边 大五轮溪旁的社区 有可能这边地基被掏空的案件 来做出调查 进并来去做处理 目前现在看到的状况是第一点 我们希望先把这个旁边的 这个防水的这个防水的措施 先把它补起来 免于说下次大水来的时候 继续土壤的流失 那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在跟当地的住户 还有市政府甚至跟中央政府 三边来做协调 如何保护不只是公有的安全 也保护私人的安全 务必要让这个大五轮溪 在淹水来的时候 或者是说缺水的时候 能够保证大家的安全 保证财产跟人生的安全 这是我们会看最主要的目的 当然我们刚刚也听到市政府 很直接的回答 他们说有关掏空的地方 他们很乐意用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修补回来 但是未来我们如果要根治的话 还是需要多方面一起来合作 来达到最好的效果 副议长林佩祥强调 如何协助人民保障身家财产安全 中央和地方政府 应该也是责无旁贷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女骑士的腿部 遭到机车押注动弹不得 一旁热心民众赶紧上前帮忙 旧物车到场将伤者送一急救 车祸发生在安乐路二段 一辆黑色胶车从内侧起步 要往外侧开 驾驶说当时有打方向灯 却与行进间的机车发生了碰撞 他就是在那边 我看到在红绿灯那边再过去一点 那我方向灯已经打 我想说那他离我那么远 一定来得及 我出来拆前面一点就好 没想到他车出我看 你看他就送到我这 那位小姐那位车主 他就从可能边线 就是公车停靠近那边 然后他是有打方向灯 就是我已经进入到了 我已经进入到他 没有办法去 应该说他没有办法 直接转出来的一个范围内 他一样就直接出来 机车发生碰撞之后 冲去对向车道 和其他两辆机车发生了碰撞 其中一辆女骑士整个摔车 腿部被车辆压住 而刚好下班的消防队员温子强 目睹整个车祸 也停下车帮忙协助处理 对我就直接打警示针在后面 后面车辆不要再追撞过来这样 我刚刚是一台汽车跟汽车 有插撞的警醒 有波及到对向的摩托车 当然车速很快吗 车速不用很快 汽车刚起步啦 有车撞到摩托车 然后摩托车倒地之后 再插撞到对向的摩托车 这个路段刚好是上下坡 交锋尖峰时段 车流量多车速又快 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民众行进这里还是要减速 至于真正的造势原因 仍有在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欢迎加入解锁人生成就游戏 网路上来录不明的工作 看起来待遇很好 请问要应征吗 您已录取新工作 请依照公司指示到提款机 提供现金 请将现金交给公司指定现象 您已解锁成为诈骗车手人生成就 找工作请注意求职防骗三要七步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缘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争选季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甄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依照活动官网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起来啊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加快评吧 中加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一支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加宽评 一二三 戴上彩色假发 摆出著名动漫 揪揪力 在金融政兵渝港的色彩屋前拍下团体照 由金融市长刘昌担任领队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苏仁和接下总教练 包含民进党金融市长参选人蔡思英 及13位市议员参选人的金融队首度合体 刘昌说七年多来 他与蔡思英联手推动金融市政 创造了城市蜕变的奇迹 这样的执政成绩必须延续 蔡思英就是他认为最适合接棒的人选 我的信心来自于对金融市民的信心 因为我相信82的施政满意度 代表的是过去八年来 我们呈现给所有金融市民的一个成绩单 这张成绩单呢 我想继续必须要延续下去 那市民的选择是什么 市民的选择最重要的就是 基隆真的能够进步跟改变 而且我们相信 基隆市民希望的是基隆要翻身 要翻转 而这一点在过去的八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做到了 既然已经做到 那这样的改变必须要继续的延续下去 我想这是所有基隆市民 大家不分党派的一个共识 同时推荐13位党籍市议员参选人 需要让优秀人才进入议会 让基隆更大步咬劲 在座的13位党籍的议员 每一位都能够高票当选 在11月26号 蔡清英当选市长 13席的市议员 全雷党全部都当选 我想对基隆接下来八年的一个市政的翻转跟进步 能够再打上一记强心针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苏仁和哲强调 只有年年评鉴第一名的立委 能无缝接轨 创下基隆市有史以来最高满意度第一名市长的市政工作 我们必须要在呼吁我们基隆的市民 我们大家要手牵手心连心 我们基隆的市政不能再走回头路 我们一定要让蔡清英ING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蔡清英英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无缝接轨的蔡清英 我们继续给他们的鼓励 接下来队长一指 蔡清英强调有信心带领基隆队在年底赢得选举 市议员全内大 99力他本身表现的是一个冒险进步的精神 而冒险跟进步的精神 在市应以及我们所有的议员候选人身上 都可以表达出来 我们每个议员来自不同的阶层 来自不同的身份 来自不同的背景 我们用我们独特的表达方式 告诉我们的基隆市民说 我们民进党推荐的整个市长跟议员的团队 是最有活力的 继续能够翻转这个基隆 继续能够让基隆来做前进 我基隆我骄傲 我基隆我骄傲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样的合体亮相的 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媒体前的好朋友 以及所有基隆市民 放心 右舱的棒子交给市应 基隆市民不用觉得担心 基隆市民可以放心 市长大胜利 议员全内大 蔡生英表示选择在增并于港色财屋前合体亮相 就是证明基隆的改变持续进行中 因此以基隆进行市作为选战主轴 希望率领正式成军的基隆队 一棒接一棒 接棒基隆延续光荣 接棒基隆延续光荣 记者张启腾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接棒基隆延续光荣 在基隆市长林佑昌 立法院蔡思寅 及多位基隆市议员共同主持下 基隆市市民体育活动中心 秀山工程正式开工 希望改善屋顶结构老旧产生的肌肉水问题 加上室内网球场地地平更新等 打造北台湾网球人才培训基地 北部地区的确欠缺一个 这个青少年的网球的培训的一个基地 所以我们在中央的一个支持之下 在蔡思寅委员的一个协助之下 在教育部的一个支持之下 那还有很多网球界的一个先进 共同努力 所以中央给我们一笔经费 来进行这个整修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即将要投入8128万的一个经费跟预算 来办理整个屋顶的一个更新 室内装修 那以及包括我们前栋公车处 办公室的一个结构补强 工程我们是一棒接一棒的做下去的 市长不会因为他是任内最后一年 就很多工程放着管他的以后再说 我想我们非常感谢市长 即便在任内的最后一年 很多重要的公共工程 关于基隆市未来发展的建设 仍然努力的剥话推动 那我想未来市盈 如果有这个机会来接棒的话 我们会继续把它延续下去 让基隆市民看到我们是一个 持续努力在进步的团队 曾担任国社顾问 与中华民国县市体育联合总会会长的 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 郑景周则肯定 基隆市长林游昌任内 对各项体育场馆及设施的支持 他透露林游昌以或推荐 获选为特殊体育贡献奖 至于对面田径厂工程 延当问题 刘昌提醒主管的教育处方面 因一合约断然处置 让工程紧述复工 这个地方的对面是我们的体育场 那在之前施工上 营造上碰到了一些障碍 不过现在教育处 已经积极的权力在解决当中 刚这个需要做断然的一个处置 我想这一部分刻不容缓 除了室内网球场地地平 屋顶 积电 消防设备等进行更新改善外 林游昌也期盼市民体育活动中心地下一楼 能作为桌球练习场地 让金融子弟在健全的环境下 球技更加精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在金融市长林游昌 立法人蔡司应及多位市议员 共同揭幕下 中镇公园儿童游戏场的 亲子大象班新家 也正式启动希望之秋 亲子游戏设施再造工程 金融市政府将耗置六千多万 将基隆人儿时记忆的儿童游戏场 利用地形高低差 改造成配置不同年龄层游具与休憩空间的 多元亲子游戏基地 完成希望之秋整体规划的最后一块评图 这个地方我们原则上还是 把游戏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游戏重点 规划在流滑梯的部分 利用地形的一个高差 然后来规划设计不同的一个滑梯 不同的一种形式的滑梯 另外也配置了这个不同年龄层 它的一个邮居以及休憩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考虑到爸爸妈妈 也就是陪伴的小朋友 来到这个地方休憩的时候 所需要的停等 或者是照顾的空间 在中正公园儿童游乐场规划建设完毕之后 不是只是单纯这个地方而已 其实它也配合着我们的希望之秋整体的大工程计划 包括我们刚才市长提到的基隆塔 或者是我们信二路的新的停车场 然后连接新的平台到中正...中列池的部分 那我认为这样的整个的改变 我相信会让大家耳目一新 这个地方最早叫做紫薇山 后来叫中正公园 它的未来就叫做希望之秋 承担着基隆的希望 希望之秋轻止游戏设施再造计划 是延续109年公园参与机制 与中正公园儿童游戏场工作方的成果 参与工作方的基隆市教育关怀协会理事长 高玉淳非常肯定 基隆市政府纳入家长与孩童意见的做法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基隆市市长 还有基隆市的督发处 能够为我们基隆市的孩子 做这样一个参与式设计工作方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让我们再经过超过10次以上 跟设计师共同来讨论 共同来研究 怎么样能够让真正的规划跟设计 满足更多孩子的需要 希望之秋轻止游戏设施再造工程 预计明年2月完工 牛厂也在现场宣布 基隆市政府运用今年度预算 提前对天鹅洞环境进行规划 并同步向内政部争取改善 天鹅洞周边地区环境改善工程经费 如果一切顺利 明年就可以衔接进行改善 记者张旗腾记录报导 大厨身手俐落将石斑鱼切片 再摆上肉盘 搭配香菇红萝卜放入锅里清蒸 另一道料理热油浇在葱丝上 逼出扑鼻的香味 鲜甜的鱼片搭配咸香的酱汁 美味又下饭 重点是8分钟就能上桌 社区的婆婆妈妈围成一团 听着大厨请指传授 调味很简单 主要它的肺是肺在于它的工序 还有它的肉在切的处理的程序的时候 需要下一点刀工这样子 这种鱼的嫩度是最刚好的 如果是在更大的像国外那种大的石斑 那都拿来做鱼排做的 那比较老 比较不好吃 这种是最刚好最好吃的 中国禁止输入台湾石斑 让这个产业受到冲击 这种区域会帮渔民拓展销路 走入社区 请来专业大厨 教婆婆妈妈如何简单料理 就能够吃到饭店的石斑鱼大菜 是说它简单又好看又好吃 因为我们有跟它学做 小朋友小朋友很喜欢吃 我都是做清蒸比较多 因为我自己不会料 像那个刀工那么细 我们是不会的 就简单就好了 而且小朋友喜欢吃 那这样就OK 以前就是煮汤而已 就是煮那个姜丝汤 就比较简单一点 现在这样就比较像餐厅的样子 看起来就比较高级一点 石斑鱼富含胶原蛋白 肉质鲜美又贪压 营养相当的丰富 这种区域会也趁势推出优惠方案 比市价再便宜100元促销 让现场民众抢便宜 因为天气好了 疫情也比较缓和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从社区这里 这些阿公阿嬷天气好出来走走 顺便我们也行销 现在最夯的石斑鱼 因为最近石斑鱼外商 外销上有点阻力 所以农委会一直在推广这个石斑鱼 我们趁今天这个时候来请大师傅来这边 教授他们怎么烹饪石斑鱼 然后我们也带来一些石斑鱼 特价来优惠他们 市价350左右 我们一条卖250块钱 我们台湾的养殖技术是一流的 尤其在石斑 赤木鱼都是最有名的 而且在安全卫生检查面也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我们消不出去 没有关系 我想国人大家出一份力量 大家来吃石斑鱼 好吃又便宜 其实石斑鱼真的很好处理 煮汤清蒸都可以 而且它很好吃 好处理 而且现在价格相当的优惠 我们每个月都有到各社区去推广 趁这个时候 我们会到每个社区去行销 我们台湾的石斑鱼 台湾石斑鱼品质一流 政府严格把关 但现在因为政治因素受到打压 金融区会帮云民拓展内销 希望大家一起用行动 支持国产石斑鱼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不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卖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倾洽活动官网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起来哦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吗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1G只要999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起来哦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 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1眼见不一定为真 2分享前再想一下 3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眼见不一定为真 2分享前再想一下 3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